发生话题追根究底 大家好 欢迎收看热情追踪 我是林一如 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大清帝国的国宝揭秘 我们先来看到的是 失落的圆明园国宝 新元1860年 英法联军进军北京 一把火烧了有东方凡尔赛宫美名的圆明园 珍贵的十二兽手不翼而飞 2009年 其中的鼠手还有兔手 在加世德拍妹会上 以超过了新台币10亿元的价格 高价卖出 却引发了华人公愤 隐心成龙还重话痛骂 说买赃物的人是贼 买方不得已只能够取消原来的交易 而搜藏家原本打算将鼠手 还有兔手送给台湾的故宫博物院 但我方基于伦理考量也拒绝了 但是有个更大的谜团还在后头 其他失踪的兽手现在流落何方呢 有人说其中的龙手藏于台湾 而热线追踪团队 也找到了传说当中的收藏家 听他来说分明 熊熊大火猛烈火蛇 无情摧残 英法联军犹如财虎肆虐 一把无情恶火 把包括圆明园在内的 五座皇家园林 全部化为灰烬 三百多名太监和宫女 把自己反锁在圆明园之中 原本打算要躲过英法联军放肆横行 却全部成为无辜冤死亡魂 一把六零年十月十八日 三千五百名士兵 纵火焚毁了人类一座最大 最美 拥有最多珍宝的园林 据说当时大火三日不息 那是因为在英法联军之役之前 英国他们派了巴夏里的这个使节团 英国法国的这个使节团呢 有三十九个人被清朝的将军 曾格林庆所扣留 可是这三十九个人之中 二十个死在监狱里 圆明园原本被比喻为东方的凡尔赛宫 却成为战中下的牺牲品 1860年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联军对清廷发动无情攻击 炬炮打破了原本封闭的中国 打乱了清廷原有的外交策略 尤其当英国使节遭到清廷虐待 英法联军一把怒火 原本想大肆破坏紫禁城 最后锁定圆明园 肆无忌惮展开掠夺 一场掠夺野蛮的旷谱未尾 强盗你生我夺分赃不云 他们竟然在大厅广众之下拍卖丧物 这就是侵略者的所谓文明 明明被抢劫了三天 数千人抢劫 所以它真的是搜罗俱进 连镜子都打破 把里面的那些珠宝挖出来 然后能带的都带 不能带就一把火烧掉 好笑的是 西方人送回去之后 他们最贵的瓷器小兵拿了 其实比较不值钱的金银玉器 反而是大官拿了 因为欧洲人不是货 当时的欧洲还找不到 像圆明园如此华丽的 西式庭园建筑 因此英法军队入侵北京 那一天是不是挥军故宫 而是直奔圆明园 把不能带走的宝物焚烧殆尽 圆明园珍藏150万件宝物 几乎被掠夺一空 连耸立在海燕堂前的十二兽手 也难逃一劫 遭到破坏后不翼而非 从此下落不明 这十二兽手其实是当时 它是摆在那个喷水池旁边 然后它的头是红筒做的 据说是当时用官方的那个红筒 由官方作坊去做的那个红筒做的 然后身体呢是石头雕的 就换句话说它的兽手是铜 可是人身 它的那个身体的部分是石头去雕的 所以拿走那个头的人 是把那个身体敲碎 然后把那个头带走 雄壮威武器是灵人的十二兽手铜像 每尊高约120公分 犹如十二威武是气壮山河 原本镇守在海燕堂的扇形水池石台上 以八字形分立两边 围绕着一座喷水台 十二生肖代表天上十二星辰 象征十二地支 也意味着一天的十二时辰 他们就利用了这个机械的原理 还有水力的原理 制作一个水石钟 这个十二瘦手像 其实是个喷水的手像 它是坐像 它分在这个一个八字形的 圆形环绕的水石钟旁边 然后呢 一 三 五 七 九 十一 二 四 六 八 十 十二 一边六个 这五十分 只是十二个瘦手像一起喷水 每个时辰所对应的动物 口中会喷水长达两小时 当十二瘦手同时涌吐甘泉 场面非常壮观 这个景象在当时被称为水力钟 或十二生肖爆食喷泉 是非常顶尖又时髦的设计 每个生肖瘦手的表情与神态各具特色 运用铜制材质将瘦手刻画得栩栩如生 马的那个瘦手 它的那个毛的那种纹路 都是刻得非常非常精细的 而且呢 以铜的材质来讲 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铜的材质的作品 通常久了就会发黑 甚至会长铜绿 但是这些现象都没有在这样子 瘦手里面看到有这样子发黑 或者是长铜绿的这种状况 原因是因为当时的这个 在做这个瘦手的这个铜 是用非常非常好的材质 桂金属融在铜里面 所以到现在已经两百多年的这个作品 到现在看起来还是内涵金光 我年轻时在法国学过一些建筑方面的知识 皇帝命我独造这座西洋花园 中国人对欧洲建筑并不了解 宫廷画师们几乎帮不上忙 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人物 意大利传教士郎士宁奉乾隆皇帝之命 设计圆明园海燕堂喷水池造型 原本构思建造具有西方特色的裸体雕塑 但当时民风保守 齐隆皇帝认为不雅又令其重新构思 最后设计成象征十二星秀的瘦首人身像 由法国传教士蒋友仁监公 清朝宫廷匠师制作完成 成为圆明园一景 却被中国文物专家罗哲文认为 工艺粗糙 艺术价值有限 不小粗糙 你东西可以比这个菜肴 每个地方的味道都不一样 每个人的眼光不一样 这个好的东西 你不要讲 每个人都会喜欢 你普通东西 你像这种东西 是因为我喜欢 你普通你摆着他们 你还是买个这个头在那里干什么 没有必要嘛 对不对 一直到英法联军破坏圆明园120年后 马首铜像突然在美国纽约拍卖会中现身 成为圆明园十二兽手中 最早被发现的一尊 当时隐身在纽约的民宅中 被眼尖的行家发现之后 越上拍卖会才受到世人瞩目 而据说这华侨呢 是在美国西岸的时候啊 像一个当地的华商买来的 而这当地的华商 一开始也把它放在院子里面 风吹雨打日晒里面 然后后来它转到华人 这个台商的手中 其实一开始据说价格不高 价格不高 但是呢 这个放出风声开始炒作之后呢 似乎有人嗅到了奇惑可去 因为当时在1990年代的时候 刚好是中国经济起飞 要重振民族自信心的时候 于是乎就把这个 巡回宝物这件事情 视为一个重要的工作 马首由中国商人王定前得标 又被辗转卖出 到了西元2000年4月 中国保力集团在香港加世德 和苏富比的拍卖会上 以774.5万港币 大约3000多万台币标得牛首 又以818.5万港币标得猴首 接下来其他瘦首更是水涨船高 扶手以几乎前两个瘦首的总和价格 1500多万港币 大约和台币6000多万给标走 中国人又爱面子 现在大陆又起来了 当然要想尽办法把它找回来 像上一次一个老虎一个马一个牛 在香港拍卖的时候 第一个跟第一个第二个在一道 在Christie拍卖 两个1500万人民币 到拍第二天第三个老虎头的时候 就在Sorsby 就有一个保力集团 你们听过 那贺平就邓小平的女子 管那个时候 为了面子 明明也不过七八百万港币的 结果被人家拱到1500多万好像 三年后拥有诸首的美国人 将铜像捐给中华强救流失 海外文物专项基金 由澳门商人何鸿燊 以捐款600多万元人民币名买回 之后又在苏富比拍卖会举行前 也6910万港币天价 买回马首捐赠给中国 于是马牛猴虎猪五个兽手 相隔100多年后终于团圆 保存在北京保力艺术博物馆 因为毕竟原民园在中国来讲 被视为是一个歧视大陆 或者说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 一个直接的一个象征 那其中呢 这12个兽手又是很明确的是 当时摆在那个喷水池旁边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认为说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原民园当时 到底流失了多少东西并不清楚 然后呢 这12个兽手又是这么明确的一个 地标或者指标 所以这12个兽手的一个收集 或者我们说收藏 就变成今天中国官方 他们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 2009年2月25日 加士德在法国巴黎大皇宫 举办一场拍卖会 中国商人蔡明超 分别以1400万欧元 超过10亿台币天价 德标属手和兔手 但后来拒绝付款 理由是他主张拍卖品在清末 属于非法流失 可能无法将同项带入中国境内 因此取消拍卖 几个月后传出 拥有者贝尔热 打算将属手和兔手 送给国立布公博物院 但管方婉拒 人家就要送我们接不接受 我们是在就这个专业伦理的考量 博物馆专业伦理的考量 是不能接受的 是怕什么 这是被夺的 你当想什么 此事在台湾政坛与文化界 引发了一场不小的波澜 目前鼠手和兔手 仍在贝尔热手中 剩下的牛 蛇 龙 鸡 狗 五个兽手下落不明 成了群龙舞手 由于说龙手目前隐身在台湾 意味着台湾暗藏且龙 还传出收藏者就是王杜 引起两岸三地关心 不过最后证实只是谣传 找不到 龙听说在台湾 有人给我的消息 结果我去查他也不肯 见面 约也约不到 大陆了到处香港都打电话来 找不到 两个 一个在大熔炉的时候 不是要 大陆不是要钢铁啊 烧掉很多这些东西 一个可能 一个到了 离开了圆明园以后 可能就遗失掉了 活在破坏掉了 都有可能 无从考察 圆明园十二授手同向 曾经见证帝国的荣耀光芒 成为世间独一无二的人间仙境 却在一场战争之中 创然垂首 目睹帝国的新盛衰亡 荣耀耻辱五味杂陈 最后留下的只有十二万分 悠悠遗憾 圆明园的遗址就像是一块疤痕一样 是中国永远的痛 1980年代曾经有人提议要重建圆明园 不过经费算算高达八亿新台币 耗时至少要十年的时间 即便是花费了如此的天文数字 如果盖出来的细腻程度不如当年 只会显得不伦不类 中国大陆政府因此倾向要保留原址 要大家勿忘国家曾经遭人亲门踏户的耻辱 中国有惨淡的岁月 其实也有辉煌的时刻 我们休息一下要带大家来认识这位 号称是故宫首席博物馆人的乾隆皇帝